接着来看到您有吃过咸的红豆饼吗 红豆饼大BK 现在呢口味开始颠覆了 有业者创新意识口味的红豆饼 是青酱鲑鱼 番茄红酱脆饼 而且这里头还可以吃到坎西的Cheese 吃红豆饼好像吃Pizza一样 甚至有人远从台北到高雄来买 不过当然传统的红豆饼也不输人 主打爆浆平一路线 一天可以热卖800个 有没有听错卖红豆饼的摊子 竟然有人点鮪鱼青酱 别怀疑这绿色馅料加上cheese的 就是鮪鱼青酱红豆饼 旁边橘色的是番茄肉酱加脆饼 烤盘像红橘黄绿黑的内馅 通通都是老板颠覆传统 创新出来的新口味 比较愿能够接受特别的口味 通常都会选青酱或肉酱 有一些客人还是认为说 红豆饼里面不应该放这些东西 吃红豆饼就像吃Pizza 又是红酱又是青酱 还吃得到会牵丝的浓浓起司 厉害的还有这一款 一边放进一整块巧克力饼干 另一边是浓浓的巧克力酱 两者合一 一个红豆饼吃得到两种分层口感 皮啊比较扎实 然后里面的那个馅 就是也不会很腻 甜甜香香的 传统红豆饼主打爆浆路线 一颗10块钱 便宜大碗又吃得到满满红豆 一天热卖800个 新口味红豆饼不仅有12种口味 包装用礼盒走日式风格 一颗要价20元 侯豆饼大PK 抢不同族群的课程 我从台北下来 同事一直叫我来买 那我就订了很多个 订多少个 订42个 新口味红豆饼一天可以卖出600个 这位小姐还专程从台北南下高雄 一口气买走42颗红豆饼 看来颠覆传统真的是能带来商机 中天新闻季博士包金瑜 高雄报道 中 2点 2点 4点 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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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点